山架百億的半導體董做陳敬才 跟指風車創辦人李永鋒同台對談 在李永鋒口中 陳敬才沒有大老闆架子 是個樂於行善 樂於幫朋友的活菩薩 我就說大個大個抱歉 我每天都回到你 我都要給你偷錢 我也覺得很抱歉 他說不會啊 怎麼抱歉 我說很不容易 你是在幫我做善事 李永鋒跟陳敬才結緣 是從陳董事長認同 並贊助指風車用戲劇形式 宣導青少年反讀開始 後來指風車曾經慘遭助容 也是靠陳董精元 這才讓大型精緻的魚馬道具 可以再度演出 走出陰霾 四月點頭擔任基金會 董做的陳敬才說 自己相當認同指風車的理念 歡樂中 去體驗一些人性正經 不是架條式的教學 我就說不是一萬 一萬歡義 有科技公司管理背景的他 深信指風車未來的企劃演出 將會融合AI生成 以及環境永續的概念 而他的首任工作目標 就是協助指風車啟動第三輪的 藝術下鄉計畫 用十年的時間走完全台368個鄉鎮 不過他也期盼社會各界 也都能跟他一樣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贊助這個不教條 持續傳揚社會良善價值觀的 演出團體 讓偏鄉小朋友能夠在自己的家鄉 就有機會看到劇院等級的演出 靜新文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靜新文